轮椅总裁李创丽身高不到一米却拥有三亿身家 还娶了个一米七的美女秘书当老婆 她到底是如何逆袭人生走上巅峰的 因为患有先天性脆骨病 36岁的李创丽身高永远停留在了不到一米的高度 2008年的时候她的体重仅有12公斤 现在好不容易长了点肉 但也只有差不多20公斤 别看她现在挺乐观的 嘴上还说着 快乐也是一天 不快乐也是一天 是是是 为什么不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呢 实际上她由此坦然的态度之前 差点就见不到今天的太阳了 由于身体患病 李创丽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出行 从小到大她最好的伙伴 就是身下那辆婴儿车 看到同龄孩子蹦蹦跳跳嘻嘻哈哈 年幼的李创丽心里有了深深的不平衡感 再加上周围人的冷嘲热讽 她的自尊心严重受挫 一度自卑到连村口都不敢出 尤其是在她五岁那年 父亲的离世更是给了她致命一击 失去亲人的痛苦 再加上身体情况的自卑 令她饱受身心双重折磨 在这种折磨下 李创丽甚至想过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我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 1990年就去世了 所以那个时候加上自己身体又不好 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累赘 不想活着 好在她意识到自己的人生 不能就这么完了 于是悬崖勒马 决定好好生活 虽然只有小学学历 但这并不影响她内心的宏图大志 她想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 改变自己的命运 16岁那年 李创丽来到深圳闯荡 18岁时她接触到了互联网 还学会了用键盘打字 这给了李创丽一些信心 她卯足了劲 觉得自己一定能靠双手打出一片天 可当她真正坐在坎坷的求职路上 才意识到一切都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她在众多面试官嘴里听到的不是录取 而是满满的嘲讽和奚落 当时呢 很多企业的那些老板也好 经理也好 看到我就是 干嘛的 找工作 别打乱 碰壁后 李创丽刚建立好的自信之强 开始出现裂缝 直到一位工厂老板的出现 她才开始意识到 自己或许并不是只有找工作 这么一条路可走 这位工厂老板从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李创丽的贵人 为她拨开了迷雾 当时这位老板给了她面试机会 并让她用键盘打出一段话 来考验她的实力 看到李创丽的确有两把刷子后 老板很开心 但转念一想 老板还是给出了抱歉二字 因为李创丽进厂后 要工作的地点在三楼 厂里没有电梯 这就意味着老板还要额外再找一个员工来照顾她 李创丽也不是不仅人情之人 她体谅老板的难处 当即就给对方鞠躬道谢 也就是在被这个老板拒绝后 李创丽突然醒悟了 以自己这个情况 在打工这条路上是行不通的 只有自己创业才能有成就感 才能不给其他人造成困扰 不给其他企业造成不必要的人力 资源消耗 她说小李啊 其实我请你是可以的 但我得还请一个照顾你 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三楼 我说感谢你今天 给我这么这样的一个答案 让我知道我未来 不可以工作 我不可以去找工作了 为什么 因为找工作不但没人要 而且还不能够养活我自己 因为还得去让老板去养活另外一个人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要创业 抱着这样的想法 李创丽便开始了他的坎坷创业路 这个身高不到一米的男人 因身体原因找工作 遭到了无数歧视和嘲笑 多次面试悲剧后 他决定自己创业了 当时李创丽满怀雄心壮志 可母亲却觉得儿子就是耍耍嘴皮子 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真的可以做到 李创丽马不停蹄开始了行动 他靠在工厂门口卖报纸 一个月赚了两百多块 结果呢我就去厂门口卖报纸 一个月下来就赚了两百多块钱 钱不多 但母亲对他的看法却因此有所改观了 之后他也摆过地摊 虽然被城管给赶走过不暇数次 但没有让李创丽的自信之强出现过新的裂缝 后面呢我又去拔地摊 拔地摊被城管赶 或许是被儿子的满腔热忱感动了 母亲东拼西凑拿出五万块 给儿子当创业基金 拿着这五万块李创丽投资了一家网吧 可惜好景不长 网吧并没有给他带来收益 没开几个月还倒闭了 那个时候我妈妈看到我这么坚持 她就东拼西头借了五万块钱 我就开了网吧 结果没开几个月倒闭了 但李创丽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 他整装待发 开始悬抹起了新商机 2006年他发现在网上卖手机 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与周围人的劝说背道而驰 开始利用互联网实战身手 这一次他在自己的创业路上 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仅仅一年的时间 李创丽就靠在网上卖手机赚到的一百多万 有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后 他信心倍增 对未来的路充满了勇气和希望 在企业打拼的这段时间里 李创丽不仅学到了企业运营 和与金融有关的知识 还带着第一桶金迎男儿上 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给自己打下了一片天 如今他不再是那个坐在婴儿车里 受面试官百般领主的李创丽了 他早已身兼数职 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咨询管理公司和文化公司 还当起了演讲导师 开起了小课堂 给迷途之人点灯 传播正能量 李创丽实现了自己那个自食其力的愿望 他现在拥有的要远比他当初的愿望 高出好几个台阶 据统计 目前他的身家已经达到了三亿 身家几何呀 我认为我的身家是无价的 嗯 因为现在我还年轻 李创丽认为自己的未来 还有无限可能性 他也有勇气去一步步拓宽未来的路 这种魄力或许就是外界佩服他的原因之一 要说他能拥有今天的一切 真的是靠学历吗 这一点其实在他身上得不到很好的证实 因为李创丽说 我是小学没毕业 真正读书在三年级都不到 要问他为何对一个企业的运作和金融知识这么了解 这一切其实都离不开他自学的努力 而支撑他这么拼命努力的一大动力就是他的家人 李创丽说 为了自己过得更好 嗯 为了家人 嗯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而他的妻子也就是他走上身价三亿之路的一大功臣 这个身高不到一米的男人 娶了一米七的美女秘书 两人还生了个可爱的孩子 但却被质疑是演戏罢了 他们究竟是不是真夫妻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 李创丽与女秘书的事流传在网络上后 不少人都被震惊到了 尤其是看到外表看起来并不登对的他们共同亮相 有些人就开始质疑起了两人感情的真实性 他的妻子个高 长相也不错 怎么会心甘情愿嫁给一个患有脆骨病 身高还不到一米的人呢 外界同意把答案总结为一个字 如果男人没有身价三个亿 他会嫁给他吗 他真的爱他吗 这是李创丽恋情曝光后收到的最多的质疑 面对这些质疑 他简单给出了七个字 是的 我老婆爱我 用来赌网友的嘴 但是很显然 很多网友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更令网友无法接受的就是 李创丽和他的大高个儿媳妇 还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看到李创丽邪子出镜 大秀父子情 网友忍不住再次提出质疑 孩子是不是他的 拿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 丢人哪 替人家养孩子 受到诸如此类的质疑后 李创丽没有在评论区给出回应 反倒是有网友替他出来发声了 网友表示孩子就是他亲生的 当时孩子出生后 他还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呢 生怕自己把脆骨病遗传给孩子 所以带着孩子去做了检查 幸好经检查 孩子的身体状况很好 他才放心把孩子带到镜头前 给大伙亮相 虽然李创丽没有亲自回应过网友 关于孩子是否是亲生的这个问题 但在他和妻子的一次直播中 却隐隐透露了两人结婚前的事 来证明自己和妻子的感情是真的 直播中妻子透露说 我一开始我真不知道 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的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就是说我啦 我跟你们讲 真的 我以为他只跟我一个人聊 后面发现他跟好几个聊 李创丽则表示 我同时跟好多个小姐姐聊的 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所以我选择她 别人是白你挑一 我是万里挑一 虽然外界对李创丽的感情生活怀有质疑 但不难否认的是 她对妻儿对家庭十分负责 而李创丽之所以能俘获妻子的心 并不在外表 正是她的魄力和个人魅力 才让妻子甘愿担起照顾她起居的这份重担